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展示的这个背包呢 叫做Raf Mia 他来自日本 感谢我大哥第一时间把这个包寄给我来做视频的评测 就前天晚上我们还在讨论大力马背包哪家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呢 第二天他就下单了 因为是直优过来 所以很惨烈的被贴了这个标签 大家看 就海关查验 就除了包本身的价格和运费之外呢 这个包被睡了 这个呢就是他直接过来的一个包装 两寸的他的贴纸 内部呢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像海报的一个包装纸 内部呢有这样的产品信息 一部呢又是另外的一张海报 有这样的一张贺卡 背后呢是他们感谢的一个信息 据吴大哥说 那边反馈过来的信息是第一次他们本国以外有客户这样直接购买 来给大家看一下包的本体 包住包的这个大的包装纸呢也是一张海报 这个呢是包的本体 正面 正面 在肩带下面这个位置呢有这样的一个吊牌 上面写着包的信息 一个是他的名字叫做daypack v2 然后第二个人是他的材质 用到的是大里马5.0盎司这个规格 然后他尺寸呢是22省 有600克 下面是他的一个尺寸信息和价格 我们先从正面来看一下这个包 首先它是一个空载的状态 所以比较扁 把它拉起来之后呢 就显得饱满一些 大家看底部 即使你装载了很多东西之后 它底部是有这样的一个倾斜的角度 很日式设计的一个风格 大家在其他日本背包 比如说像VizVim那样的背包上能看见 第一个收纳位呢在正面 这边做了一个材质的堆叠 这一侧呢做了一个拉链 从上拉到底 用到的是YKK的防水拉链 大家可以看到拉链的这个聚水面 它的拉链头比较小 但是它做了这样的一个拉手的设计 整体的拉杆呢不是特别对色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顺滑 拉开拉链之后呢就到了第一个收纳位 它整个一个大的空间呢都是一个收纳的位置 在上部 这里有类似挂绳这样的设计 你可以把类似汤兵那样的小的挂钩可以挂在上面 在下面呢它做了更小的一个收纳 是斜过来这样的一个设计 你拉开包之后手很轻松的就可以塞进去 在这个小的口袋里面呢可以放置你经常需要拿取的 或者是你怕丢掉的东西 不方便拿钥匙啊耳机或者别的一些小物件 除此以外呢整个大的空间就是一个大的收纳位 内部这样黑色有弹性的材质呢没有做过多的介绍 只是说它是日本产的一个材质 我摸起来的话它轻浮感非常的好 有点像用在衣服上的一个材质 但是大家看它非常的牢靠 一点都不像一般弄略制包 就是内衬会用到的材质 但毕竟包的价格都那么多了 同时还体现在一些细节做工非常好的地方呢 比如说小的这个口袋 它的里面这一侧 它专门织了这样的一个织带 当然是这个呢是第一个收纳空间 我们来看第二个收纳空间 第二个拉链位呢就是它的主舱 同样用到的是YKK的一个防水拉链 拉链头和拉手的设计呢跟前面一样 但是它有三个拉链口 一开始我以为会像汤兵的一个设计 就在这里做一个缝死的一个设计 这里呢有个小的口袋 后来我才发现不是 我们见过很多双拉链的主舱设计 但是三拉链的话就见得非常的少 有非常好用的一些功能 那比如说我先把两个拉链拉上去 在中间处 把它拉到中间处 另外这边呢也拉上去 有了第三个拉链的存在的情况下 我就不需要把这两个拉链某一侧 就拉得非常大 我才可以拿出东西 而我只需要从这里拉上来一点 就能把手伸到主舱里面去拿 我想要拿的物件 主舱的前部 有点类似于gorok的设计 这部分材质跟前面材质是一样的 比较轻肤有弹性的 来自于日本产的一个织物 里面没有太多细致的设计 大家能看到 它包这两侧的包边 下面呢 是可以看到里面的王状的设计 背部呢 它用到的这个缓震海绵呢 不是特别的硬 但是这么轻质的包 用在背部这个材质呢 多少能缓解一些 如果你放了不规则的物品 它对你背后产生的一个不适感 这里这个设计呢 是它包的水壶仓 你可以有两个选择关于这个包 你可以选它之前就已经提前做好在外面的那个包 或者是你比较喜欢这种极简的 就正面 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把水壶仓呢放在里面 它有魔术贴做这样的设计 你需要使用的时候呢 把魔术贴拉开 它就变成了一个水壶仓 不需要使用它的时候呢 就把这里卷起来 把这两个魔术贴上去 内部非常的简单 在包的内部呢 能看到大力马内部 有很多白色的折痕 你使用的越来越多之后呢 包的白色折痕会变得更多 只是大力马呢 有三个特性 就是它非常强的拉力 其次呢 它就是有非常高的聚水性 然后呢 就是它非常的轻量化 这个包那么大 它只有600克 这个就是主舱 主舱之后呢 我把拉力拉起来 就到了包的第三个收纳仓 是一个笔记本电脑仓 从后面的开始 同样是YKK的拉脸 它缝合的点呢 在背部这里 到这一边 把拉脸拉开 就到了电脑仓 这里呢 还有一个魔术贴 拉开之后呢 应该是可以把里面软的电面再取出来 如果你追求更轻量化的话 你可以完全把这个取掉 只是对你的背负感受的话 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能看到它的内部 还是会有些线头 来贴起来 这个位置呢 可以装下16寸的MacBook Pro 内部没有更多的别的设计 前面有 这里还有个拉链带 电脑放进去之后呢 这里应该可以放小的一些 电脑的数据线啊 或者是你的充电头 都可以塞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因为它有双拉链的设计 那这个位置呢 可以放小的卡包 钱包 或者现金 这里拉起来 这边再拉起来 就一个双重保险的功能 背部呢 它肩带的正面 也用到了大链马的材质 只是背部呢 这里就用到这样的垫面 这个设计非常像新款的 汤兵的肩带 只是材质呢 比那个略硬一些 就这个包的重量来说 这个肩带的厚度和质感 已经够用了 肩带在胸口这里呢 用到了很小的 FIT LOCK的一个磁扣 之前有过一个介绍 你需要把它拿下来之后呢 往上里搬 但是你不用看着它 就对准它去把它合起来 就要把它凑近 它的磁力 自然就会把它吸在一起 就要凑近它 非常的方便 以上呢 就这个包简单的一个视频展示 因为这个包用到的材质的话 比较稀少 所以使得它的售价的话 就变得比较昂贵 在全球很多制包的品牌里面 是非常少的企业 会用这样的材质 去做些民用背包的 所以它推荐人群呢 就是对氢浪化 有特别的追求 同时呢 你也是一个包类的发烧友 我才推荐去关注这个品牌 毕竟这么大的一个背包 它只有600克 可以在手里面 真的非常的轻 就轻柔无物的感觉 大家如果对这个品牌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他们的官网 去看一下别的产品 同时如果对这种材质的 其他产品感兴趣的话 可以欢迎给我留言交流 以上呢 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 谢谢你们的观看